巡回40多个国家的真善忍国际美展 目前来到台湾苗栗 5月21号开始到5月31号 在苗栗头粪的中正堂展出 动人的画作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 在开幕当天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和地方政要前来观赏 在气势磅礴 融融的鼓声中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苗栗热闹开幕了 第二次来观赏画作的头粪镇长 对于作品中所传达的精神感佩不已 透过这个美展多一点能发扬真善忍的价值 不管是我们的言论也好 我们的信仰也好 这都是自由的 42幅细致写实的画作 艺术家们透过精湛的艺术技巧 将作品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吸引许多艺术家前来观摩 向人物写实 他不单是要很像 而且还要呢 就是要有表情 甚至呢 要更生动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这个没有相当的功力 是做不到的 点点滴滴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动 因为这个总是说 对社会来讲 是整面的正面的意义 它是提升我们精神上 心灵上的一种 可以说这个启示于享受 这些画作所传达出的意涵深远 对于年轻一代也有深刻启发 不能做坏事 不然做坏事就会像他们一样 下地狱 然后如果做好事就会 天上的神佛都会带你上天堂 这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卓越艺术家 在领悟宇宙人生真谛后 藉由世界共通的语言 艺术创作 触动更多人的心灵 新党人也在电视 赖红军江淳慧 台湾苗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